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根據這個圖 我是隨便畫的 這是一個等地天秤 好 那麼這個不規則物體它的密度多少 首先 你用天秤測量它的質量 測量這個不規則物體 它是一塊的 我大概畫成兩塊 不過看起來好像是兩塊 反正是一塊 這個不規則物體 它的質量多少 它質量的話這裡有12克 加這個起碼 起碼他說這個數字單位是一公克 這裡是幾個刻度呢 7個刻度 所以是加多少呢 加這個0.7 12加0.7 所以是12.7克 那它體積多少 你把它丟到水裡面的話 它水面上升 25.2-20 上升了5.2克 這個毫升 立方呢 公升 所以它密度應該多啥呢 密度應該是 12.7克 就是m 除以v 這就是12.7 除以5.2克 除以5.2克 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是12.7克 除以多少呢 5.2克 等於多少 2.423... 2.423... 所以差不多是2.44 好 那2.44的話 這個的話呢 2.44的話 應該選b啦 所以這一題呢 答案應該是b 這個的話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一下 我們來看 好